歡迎大家過來這邊 然後我們這一場是完全是沒有任何休息時間 就是從10點一直到3點 下午的15點的時間 有點下去 所以各位如果說要聽別的獎場 或者是 要聽別的獎場 或者是去吃飯 或者是去上廁所什麼的 都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出入口之前的 那走到應該就算還OK啦 就是靜靜的就這樣換場 出去 那現在要第一場的 OK 不要超過一下 就是我們一程表有印錯的部分 就是有自看像樣圖專 跟登山捲高線製作的這兩場的一程 是上面印刷寫錯的 自看像樣的一場應該是12點35到13點20 那登山捲高線製作的話是從13點45到14點20 就剛才可以稍微留一下 然後在外面的一程表已經有訓練過 然後搭配了大的一程表上 就是有鋪蓋修改過後 OK 那我就看第一場的工廠 那有Alan Wong 來介紹一下 就完全不會Wikidata的情況下 怎麼開始去練習 那今天作為小的調查 就是有聽過Wikidata可以讀一下 OK 那當然就是三分之一左右的分數 那Alan是跟我一起在每個月會辦一次 OSM跟Wikidata的樂句的共同的主辦人 那這次就很榮幸就是可以 來請他來講 就是手把手的方式去帶工作坊 那後續的第二場畫質會比較進階一點 是這樣 Wikidata的資料的取用部分 那大家如果對開放資料庫東西有興趣的話 那就也歡迎第二場的加入 那我今天就歡迎拍電子 就拍手非常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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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那我就不用麥克風 這都可以用講台上 就按中間的男人 好 等一下有聽到嗎 好 那個 各位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平時 那個場地改到這裡 那早上大家有點爽忙腳亂 所以如果跑錯的 現在可以先 先離開 那 那如果 如果有朋友還沒有來的 會跑錯的 因為今天都在沿洋大樓 那可以通知一下 其他的社群朋友們 因為其實這個消息有點慢 好 那我們就 開始我們今天早上的這個 內容 我們今天早上第一場是 從雲開始的Wikidata編輯工作坊 好 那 首先 知道Wikidata的人 其實比較有稀少 所以你不知道是很正常的 好 包含 欸 台灣大部分 台灣部分的 維基社群的 成員其實 知道Wikidata的也都不多 好 欸 我這邊簡單問一下 知 知道維基百科請舉手 好 好 那 知道 知道 維基 共享支援的請舉手 好 這麼少 那 知道 維基有很多子計畫的請舉手 好 也不多 好 那 好 那今天 的確是從零開始的一個工作坊 因為其實對大家的眼都一樣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好 那首先我來提一件事情 就是 欸 維基百科如果都這麼好用了 為什麼還需要Wikidata 齁 這個應該是 這個話我們在做社群推廣的時候 很常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維基百科這麼好用 為什麼不用維基百科就好 我們還需要用Wikidata 齁 那我們這邊給各位看個例子 稍微有點糊 如果各位有用手機或在筆電的 可以直接到wikidata.org 這一個網站 然後搜尋 Q1 也就是搜尋宇宙齁 就能看到 那我們現場目前大會還沒有提供網路齁 所以如果各位有網路的人就可以自備一下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宇宙 也就是Q1所人記載的內容 有沒有發現它跟那個 維基百科非常的不一樣 齁 維基百科的記載是什麼記載的 齁 維基百科記載是散文式的 對不對 它是一個比較散文式的 無論它是 欸 對 它是一個散文式的 它會敘述說 喔 宇宙應該是什麼樣的東西 欸 可是你看Wikidata 有沒有覺得它好像在填表格 喔 有沒有覺得它好像在填表格 喔 這是Wikidata的特色 喔 Wikidata的特色是 Wikidata它串聯了多語言以及多資料庫 以宇宙Q1為例 齁 它合計連結有四個維基媒體專案 150種以上的不同語言條目 180天條目 跟很快26個資料庫連結 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一種經驗齁 各位有沒有遇過齁 今天在找資料的時候 你需要去A網站找這份資料 然後同樣你也要去B網站找同樣的一份資料 然後很多時候會因為SEO啊或關鍵字的關係 你根本就找不到那一筆資料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Wikidata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橫向記載同樣一個item 這邊的這個item我們舉例是用宇宙 它會橫向記載同樣的一個item 或者在不同的網站資料庫內記載的位置 所以就可以直接從那一個wikidata裡面 直接點到某個資料庫 包含像學術界常用的DOI資料庫啊 或者是歐盟常用的那個聯合虛擬權位檔 BIAF就可以橫向記載到這些資料庫 那就連比較通俗的 通俗對嗎 像是YouTube還有Facebook 也都可以橫向記載在wikidata上面 那wikidata還有一個大特色就是 各位知道危機如果出現那個語言沒有的條目 它就會用綠字或是用紅字來呈現嘛 那在wikidata中不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wikidata並不會因為 中國人有中文wikidata 英文有英文wikidata 全球只有一個wikidata 所以它是整合多語言的 所以目前維基百科能提供的語言 wikidata都可以提供 那這邊我們舉的例子 是我們館田專案中所使用的一個範例 我們在館田專案中處理的一位 藝術家叫李美術 那李美術它有一位老師叫做鋼田三郎柱 那這位鋼田三郎柱在中文維基百科上面 是沒有條目的 那在中文維基百科上面 要寫那個連結的語法就會比較困難一些 可是在wikidata上並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跨語言的 所以無論是日文英文還是俄文 你可以看到鋼田三郎柱 右邊有呈現它的那個維基百科的條目 它有德文、英文、法文、日文跟俄羅斯文 可是李美術有中文 那鋼田三郎柱沒有中文 可是李美術的老師這邊 依然可以呈現一個與鋼田三郎柱之間的連結 這是它一個跨語言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接下來看 那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它可以紀錄在維基百科上面 關注陸部組的物件 像是我們隔壁 就是我們現在主推的一個合作專案 這個大和小溪全民歧路 這個是G0B的獲獎專案 那在這個專案中 他們關注的終點就是溪流 台灣的合川 那台灣的合川因為可能報道或是文獻的不足 它可能因為關注度的關係 它無法會收入在維基百科上面 但是在Wikipedia上面卻可以補足 各位有看到嗎 在大漢溪的資流裡面 這個草領溪是紅字的 紅字是什麼意思 沒條目 那沒條目的原因非常 有一個原因其實很大就是 它沒有足夠的參考來源 或足夠的第三方混線 所以它就無法成為一個條目 可是在Wikidata上沒有關係 它一樣可以新增出草領溪的Wikidata 然後去滿足整體的連結結構 那各位我們可以在Wikidata.org 找到Wikidata 那使用維基帳號就可以登入 那如果你沒有維基帳號 我們今天有很多維基人 都可以協助你審辦 那平常我們要怎麼樣到達Wikidata呢 那平常這個是我們常見的這個百科的畫面 那Wikidata就在左邊 如果各位有電腦 有電腦的話就可以拿電腦來看 然後還有一件事 這一個連結 這一個排版在手機版上面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用手機使用的話 請務必切換到電腦版的那個 電腦版的頁面 來 各位有看到嗎 在最側邊 最側邊的工具 有一個維基數據項目 可能有點小 啊 我有一件事情忘記講 就是 欸 今天的那個 各位到ToastCover的官網上面 點今天的議程表 每個議程都有提供議程的共筆 那我現在的簡報 已經有提供在議程的共筆上面 所以如果投影效果不好 各位可以直接去看 直接切簡報來看 那你點了這個頁面之後呢 就會到還願的Wikidata 我現在用這個很著名的還願來做這個舉例 9月20號就還效日了 那我們這個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這個是還願的維基百科的內容 然後這邊是還願的Wikidata的內容 其實有很大的區別 那我們說詩詩有三種 那Wikidata的內容也有三種 它分別是P Property屬性 Q Q就是我們會用Item 然後L L是詞義跟詞位 那我們今天是基礎教學工作方 我們就不講L 我們講主要的Q跟P 那這個是一筆典型的Wikidata資料 我們會說這個是一個Item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敘述欄 如果很服的話就可以直接開到這頁來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內容會主要的內容有 第一個是Q60628874 這個就是這筆資料的統一編號 或是UID或是各位身分證字號這樣子 只要這筆資料可以建立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UID 那就是Q60628874 你只要輸入這個ID 你就會得到這款遊戲這個還願 而不是我們今天拜拜玩要去還願的還願 你也不會得到還願為原生蛋的還願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特色 它會有一個統一編號 那再來這邊是標籤 這邊是標籤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標籤上面有 這個標籤上面有 中文啊 英文 中文 翻譯中文 總之光中文就很多種 那這個標籤是什麼用途呢 這個標籤是這一個Item 在這一個語言的主要名稱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把我的介面切到了 舉個例子 我今天切到了西班牙文 然後我在還願這邊有填入西班牙文的話 它就會直接切換界面 而且自動以我填入的這個西班牙文的標籤做翻譯 所以你就不用一句一句去翻 或是你就不用一個頁面一個頁面去翻 你只要針對每個單字去填入對應的翻譯 那就可以進行翻譯 記住 像是我們最近粉專有發文 要求你們要去記住 2019年的台灣民眾黨 跟蔣惠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的那個QID 應該是很殘忍的一件事 因為這QID非常的長 而且不太有那個規則 因為它就是流水號 那如何讓編輯者知道說我講的台灣民眾黨 跟你講的台灣民眾黨 這同樣的台灣民眾黨呢 就要靠這個描述 那描述上面 描述不用寫很長 描述不可以寫很長 描述是拿來注入這個item很特殊的地方 像是以今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 它的很特殊的紀錄就可能是 2019年所成立的政黨 區別於蔣惠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 因為這是他們根本之間的區別 所以這個描述並不是像維基百科一樣 就是我要透過這個描述讓你懂這個東西是什麼 不是這個用途不是這樣 這個用途是讓你辨別說 這個item是什麼東西 再來是異稱為 異稱為在英文上就是as non as 這個意思是說 我如果有這個東西 我如果有其他的名稱 那我輸入這個名稱也可以找得到 那在還原這筆資料裡面 他的範例 他的範例就是 因為他中文是寫反體的 他就在這邊輸入簡體的 那我透過輸入簡體的 我也可以找到還原這筆資料 他就會精確的找到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台灣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灣人最喜歡混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大寫台跟小寫台 如果你今天台科大寫大寫台 不好意思你用小寫台怎麼都找不到 你就需要在這邊寫小寫台的台科大 那我們中文常好也有這種異體字 或者是混用的字 那包含不只是大小寫台啦 等等的 那還有就是 有些東西在當地會有 比較常見的稱呼 或者是那個人的稱號 就好像 我今天如果把胡瓜的本名寫上去 應該沒有人知道是誰 那我就需要在這邊寫胡瓜 你Google胡瓜的時候 你才會找到那個下面一位的那一位 不然的話你永遠都找不到它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結構 那下面就是多語言的這個說明欄 那再來這邊是乘數 那這個乘數呢 它就是用一種有點類似填表格的方式在呈現 那你可以看到最上面是性質 性質P3E 那它英文是Instancil 那它這一個簡單來講就是 它是什麼東西 標題 它的標題是什麼 標題很重要喔 因為今天wikidata 它是一個跨語言的一個資料庫 所以你如果 就是你一直翻譯一直翻譯 反而大家不知道它原生的標題是什麼語言 所以你需要在這邊注入它的標題 然後藝術流派就是它作品類型是什麼 那再來是出版社 它的出版社是誰 赤族等等的 那這邊就有提到 P 剛剛各位有看到嗎 這個P31 P1476 P136 P123 它都是一種P 每種P都有詳細不同的用法 那在每一個屬性說明上面 都會注入 那主要分三類 這邊講的分三類 是各位 如果平常在Gage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類 那其實在wikidata的官方網站上面 其實是分十幾類 那我今天就不講這麼多 因為這十幾類 連結連我們都不是很常用到 那第一類 第一類叫做 透過屬性連結兩個物件 什麼叫透過屬性連結兩個物件呢 還願是一個item 電子遊戲是一個item 透過P31做一個連接 這叫做透過屬性連結兩個物件 那 那 這樣子的屬性 是 這樣的屬性是 wikidata連結資料的一種表現 也就是說 這樣子的連結 item中這種連結越多 這個資料的 在這個 資料庫裡面的 重要性會越高 因為越多資料可以導向這個資料 那 像是P31 P279 P136等等 有很多的 那個property 都是屬於這類的property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二種 第二種是連結實際數值跟內容 連結實際數值跟內容的這種property 很常見 像是如果我有一個實體 我有一個物體 它會需要長、寬跟高 那長、寬、高 我們不需要連結到其他的item 它就是一個實際的值 那在這邊我們舉例的是 像還願來講 它就有P1476 還願 出版自己P577 2019 0219 那這個P577 什麼的 這個P跟它後面這個編號 也是property的統一編號 所以你只要輸出這個編號 你只會找到這個property 你不會找到其他有的沒有 那連結實際數值的內容 有很多也像包含標題、出版日期、長度、街道地址、圖片等等的 這個是我們編輯者常見的一些編輯內容 那再來是第三種 第三種對於各位也很重要 就是連結外部連結及資料庫 剛剛有提到嘛 我們常常就是要找一筆資料 然後它就要橫向 我們要快越多個資料庫在尋找的時候 我們都是靠這個Google啊等等的 在那邊查找對不對 那Wikidata就會提供這個功能 就是我提供外部連結以及資料庫 那你只要到還願這個item 你只要到Wikidata的還願這個item 你就可以同時得到它的 像是官方網站啊 它的Steam應用程式編號啊 等等的 你會得到很多的其他資料庫登載的 這筆資料的位置 你會直接得到那個位置 那有很多這樣子的 有很多這樣的property有很多 包含像官方網站 那以還願來講 我用還願來舉例 有Twitch的遊戲ID 然後如果你是音樂 就有Spotify專家ID 那還有360環景圖 360環景圖像是Google的環景圖啊 Mapper環景圖等等的 這樣子環景圖的ID 也可以注錄在Wikidata裡面 這樣子你在尋找資料的時候 你只要找到一個Wikidata 你就會橫向找到幾乎所有資料庫 它同時記載的位置 那這個就是大致上三類的property 那這邊我要強調一件事喔 剛剛我們有提到 如果這一個item的連結越多 它在Wikidata的重要性就越來越高 因為有越多的item可以去連結到它 那這邊我們就有提到 由於Wikidata的資料是互相連結而成的 所謂因子連結都是連結到外部 或沒有連結的item 在Wikidata內幾乎不存在 因為查不到 好 舉個例子 假設你今天有建立一個實體 它叫做 好 假設你今天建立這間教室的那個 Wikidata 你建立TR 你建立TR509 然後你沒有幫他建立任何的內容 那不好意思 TR509這個Wikidata 你只能輸入TR509的時候 才搜尋得到 你無法透過其他item的連結 去連結到TR509 我接下來用一個範疑來給各位看 好 這個也是隔壁 這個也是這個大和小型全民情都公 他們的一個專案的一個內容 那我就把他的這個成果這樣弄過來 因為他們專注在台灣的河流嘛 那這個就是當台灣的河流去相對完整的時候 產生的一個很簡單的結構 我只有用很少的poverty來做這件事而已 這邊可以看到大安溪大家知道嗎 北部份要抓到河流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在大安溪裡面 我如果用支流這條線路出去走的話 我可以走到大安溪的支流有三峽河 有南載溝 南載溝又有一個支流是誰?大安順 然後我們又知道三峽河在某個地方分流到大安順 那同時三峽河又有一個支流叫橫溪 那橫溪三峽河跟大安溪怎麼連結?他們都是河流 然後這三個又跟南載溝跟大安順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都是能造河道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我今天我要找到南載溝 因為可能對外國人而言 他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南載溝 但是他可以透過像是P3E 或是透過P974就是支流 他可以知道說 如果他從支流這邊去查到南載溝 那他會知道說 嗯 南載溝應該會是一條河 或是水溝之類的 因為他是一個支流嘛 所以對於不在這個脈絡裡的人 這個陌生的名字會因為這個結構 他會變得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就是WIKI DIA 他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維基百科我們常常在翻譯的時候 會因為文化特性的不同 語言的就不同 在翻譯的時候 對外國人而言 就算你翻了可能跟沒翻差不多 像是你可能要翻譯什麼 觀世音菩薩這樣子 結果你翻譯過去 英文也是不觀世音菩薩這樣子 那他們的還是聽不懂啊 那用這樣子的結構 可以用很結構的話的方式 讓不在這個脈絡裡面的人 華喊就是不是華語使用者的人 大概有迅速的了解說 因為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有這樣子的結構 所以它可能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個東西 它只有外覆連線 不好意思 這個結構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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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我聽大家而言 這樣子的結構是很重要的 那通常需要新增的第一條屬性 通常會是P31或是P279 那P31就是剛剛提到的性質 那P279就是剛剛提到 欸 我剛剛沒有提到 P279就是上級分類 不過一般而言 新手可能不會用到P279這一個屬性 因為P279是比較 跟Wikidata的結構有關係 那這邊我們就來談到 因為剛剛有提到 Wikidata可以解決一些關注度需求 那它可以收入一些關注度比較低的物件 那我們這邊就要來講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維基百科也有說過嘛 維基百科不是什麼 不收什麼 那Wikidata也有收什麼 也不收什麼 那 在Wikidata裡面 Wikidata有一個特色 它有三個條件 你只要符合一個條件 就可以被收入 所以 而且這三個條件是很相對容易 相對維基百科也才是相對容易的 第一個條件是 它至少要連結至一個有效的維基值計畫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它如果在維基百科 維基購長資源 維基文庫 維基語錄 維基什麼什麼什麼 裡面 有至少一個頁面 而且那個頁面是有效的 不是被刪掉的 那它就可以在Wikidata裡面有一個item 那第一個是很容易理解 那第二個 它是指一個清晰可變的概念 或是物質實體 像是我可以幫椅子跟桌子建一個item 因為它是清晰可見 而且可以被辯解的一個實體 那如果該實體必須去有關注度 像是它是一個事件 如果它是一個事件 那它必須要有一個關注度 那它的那個關注度 連結的那個項目 必須使用正規 或是可供公眾查閱的參考資料 去做一個描述 那這一個 這一個 第二點 這一個第二點 讓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資料 都可以收進Wikidata裡面 這邊給各位做一個範例 各位知道在Wikidata中 收入最多的item是什麼東西嗎 有沒有要猜猜看 有沒有要猜猜看 在Wikidata中收入最多的東西 目前Wikidata有6000萬條條目 收入最多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猜猜看 人 人是第二多 書 接近了 對 論文 論文最多 目前在Wikidata裡面 收的論文最多 那為什麼Wikidata 可以收到很多論文呢 就是因為第二點 第二點後面有一句話 叫做 該項目如果可以使用正規 即可供查閱的參考資料 作為描述的話 就可以被收入 那各位在寫論文的時候 都會出版 就是 只要是說論碼之類的 連會議論文啊 都會做一個簡單的出版 那就是因為他出版 所以他就可以被公開查閱 所以他可以被收入 這邊給各位示範一下 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清楚嗎 各位有看到這一塊 這麼一大塊是什麼嗎 都是論文 這一大塊 都是論文 人類只佔9.9% 你看我們的類多渺小 對 那我們人類 那在這邊論文 論文總共佔了43.5% 在Wikidata裡面 6千萬條條目裡面有40%是論文 所以各位如果有事沒事 包含現在在座已經有電腦可以使用的朋友們 你可以做一件事 你可以按這個隨機項目 左邊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你按一下 我跟你講 沒意外三個一個 每三個就會中一個論文 這就是論文 這就是論文 我閃第一個就中 真的有面子 這就是論文 那其實論文 其實論文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論文其實是一個很可以滿足 Wikidata結構的一種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論文常常會做一件事 就是我們常常會拿多個act做比較對不對 那你在拿多個act做比較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多個act都新增在這一個論文的作品主題 所以這一個論文就會連接到所有裡面抓到的主題 所以這些主題之間可能本來沒有什麼關聯 可以透過這一個論文 產生一個結構化的觀點性 這些論文其實是一個 對Wikidata裡面 它可以提供很大量結構的東西 那在下面可以看到就是 希望這邊應該也 哇 這邊的聯合作者太多了 哇還沒完啊 然後你看這邊 論文也是有結構的嘛 因為論文會引用跟被引用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它的引用結構也在這邊被完成的表現出來 哇 哇 引用太多了 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同樣的一個東西 可以在Wikidata中橫向記載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記載 這一份論文的這個公共媒體 譬如誓別符啊 然後DOI啊 他們的ID啊等等 那你點進這個ID 就可以得到 這一個論文在 哪一個資料庫所記載的那個位置 那非常方便研究者 要搜尋某個東西的時候 就不用再去花時間在搜尋引擎那邊 去找那些很冷門 而且可能搜不到的資料 好 那到Wikidata上面 這些東西都直接點擊就放在這裡 那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可以讓Wikidata 最後一個可以讓 Item被登載上去的一個需求 的一個要求就是 它能夠滿足一些結構性的需求 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 如果這一個Item被新增上去 它可以讓這一個 它可以讓其他Item的聲明更加的有用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再舉個例子好了 那我們一樣用我們 我們一樣用我們之前做的專案 就是裡面出的這個專案來做一個舉例 好 來各位 有看到這個Item嗎 看得清楚嗎 這個Item叫什麼 這個Item叫做 第一屆台北縣縣應援 那這個Item 這個Item既沒有其他資料可以查證 它也沒有任何的危機專案在上面 那這一個資料到底有 這一筆 這一筆 這筆 資料到底為什麼可以被登載在上面呢 因為它可以讓其他資料更有用 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 它有寫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寫到 台北縣議員 然後死於1951年 終於1953年 議會任期是 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 那 所有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 就會同步都連結到這個Item去 所以它會讓 它會讓其他的 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的這個結構 更加的 就是連結得更加緊密 更加的妥善 所以這一個資料就可以被建立 這邊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你如果點到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 然後看連結字子的頁面 你在這邊就會得到其他的台北縣縣議員 像戴德巴、謝文成、王以文 這些都是當時同樣的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台北縣縣議員的這個結構 就會變得更完整 那這樣子的Item也可以被建立 這個就是第三點它所在講的東西 那再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今天 尤其我們是Costcap Costcap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開源等等的 那我們這個Wikidata 它是CC0釋出的 那所有在Wikidata上面的內部資料 它都是CC0的 但是只要出了Wikidata 就不再實現 舉個例子 你如果在Wikidata裡面 輸入還願的官方網站 不會讓官方網站裡面的內容變CC0 懂這個意思嗎 你在Wikidata裡面 輸入還願的官方網站 不會讓還願的官方網站裡面的資料變CC0 那它保證CC0的內容是什麼呢 它保證CC0的內容是 還願的官方網站在這裡 這一段內容是CC0 有懂那個意思嗎 就是 簡而言之就是 它保證這個連結 它保證還願到電子遊戲這個連結 這一個連結是CC0的 那你一定會問說 那為什麼它可以CC0 很簡單啊 我舉個例子 我說 我說現在那個 台科大的地址在這裡 那我還要聲明這件事情有license 你不覺得很蠢嗎 因為這是大家都查得到的事情 所以 Wikidata有一個大特色就是 它的這些資料 它內部的資料 是CC0的 是CC0的 所以 CC0的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很方便各位可以去做 其它額外的加持應用 那這邊也順帶說一下 維基百科的授權 是CCBYSA 那也因為 那也因為維基百科 也蠻久遠的 所以它有時候 它會有不同版本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工作方介紹的部分 先到這裡 那等一下我會做一個簡單的Live Demo 因為大概還有20分鐘 我們留20分鐘的時間 有沒有大概有問題 大概10分鐘 大概10分鐘 好 那我留一些時間 大家有沒有問題 好 那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Live Demo 各位看一下 好 那今天 我們今天有 我們今天在這邊有很多的編者 跟工程師 那我們今天也有這個編輯搜 所以如果大家聽講 聽那個講座 聽累了 我們可以參加編輯搜 那我們 大家都會都在畫面遊蕩 那我們 可以互相討論 那我們這邊來示範編一個Item 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這邊就示範編一個台北線線議員給各位看好了 那各位知道這就要選舉了嗎 可以編一些參選人的VT Data 好 挑一個這個夜火煮 好 那 Wing It Out要怎麼編呢 好 如果說你今天要建一個新項目 請按左邊這邊 有一個建立一個新項目 那你就會建立一個Q 好 好 那 這邊就是標籤 那標籤的話 這個人叫夜火煮 那就 就叫夜火煮 好 那 再來是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那個 給他一個好的敘述嘛 那 這時候就看一下他的經歷 嗯 他都做一些跟政治有關的工作 那他的係數就叫台灣政治人物 然後他沒有別名 好好像沒有 好你就會得到一個夜火煮 好 那夜火煮的ID就在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現在去看 就可以看到Q665-170-78 就是得到一個夜火煮 好 那 我們就 固執貼上一個 好 好性質 來 第一個層數一定要寫 第一個層數基本上是寫性質 這個P31 來 夜火煮的性質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請問一下 人類 對 人類 人類 來下一個什麼 性別 好不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下面一直蹦出一堆東西 有沒有看到 那 這邊都有一個書體字 然後下面有很多字對不對 這些字就是你如果填寫那個描述 這些字就會呈現在下面這裡 所以各位如果你描述寫的時候 這邊就會爆炸 好不好 所以 沒有規定說一定不能寫100字 可是你寫100字 這邊根本無法識別好不好 要寫得像 像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識別的 這個也是可以識別的 就是你這樣子 或者你在這個編排裡面 就可以看出它是什麼內容的 好不好 然後還有什麼 職業 政治 然後國籍 台灣 台灣的描述真的很有趣 要唸出來一下 要唸出來一下嗎 有興趣自己去看好不好 865 865 865 好不好 姓氏它姓什麼 它姓業 然後這邊就有那個 這邊就有一些驚嘆 這邊就有旗字 好 旗字表示它有點不符合規則 但是沒有 沒有 它是有點 不是 怎麼講叫有點呢 就是說它沒有 這個規則應該要這樣 但是沒有也沒關係 可是如果是驚嘆號 如果它出現的是驚嘆號 就表示你寫錯了 然後再來是它的公職 就是它有當政治人物的公職 那公職要用什麼 公職用的叫植物 那它是台北縣縣議員吧 各位有沒有看到 台灣就是大小寫台容易滾用 所以我這個時候寫小寫台 因為我有在易稱為這邊寫小寫台的 台北縣縣議員 所以這邊就會出現大寫台的台北縣縣議員 這個易稱為的用途在這裡 然後 它是台北縣縣議員吧 然後我們給它一點形容詞 形容詞就是 像是它是第幾屆 它是第一屆 第一屆 然後始於什麼時候 始於 1951年1月4號 終於 1953年1月5號 然後給它一點參考文獻 來源網址 來源網址 把網址貼上去 然後給它一個檢索日期 因為網頁 網頁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網頁它會死掉 所以要送一個檢索日期 或者是那個網頁它可能 中間會被編輯過 所以就要給它一個檢索日期 然後還有還可以寫什麼 作品 作品語言 這個網頁是什麼語 這邊要用漢語 你就會得到一個非常結構化的印底 台北縣縣議員的資料 那這邊 這是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的內容吧 你在這邊重新整理之後 有沒有發現夜火圖就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夜火圖 那你在指示圖上面 夜火圖就會整個出現在這個指示圖上 那這個又是一個簡易的Live Demo 那各位可以知道 第一屆台北縣縣議員還有這麼多人 那我們都還沒有見 那歡迎今天大家來參加我們的大線請收 那我今天的這個從零開始的工作方 就是大概到這裡 那歡迎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嘗試來做一下 鼓勵給大家編輯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在面前有沒有人有問題 那請舉囉 我對那個統一變化 我這個挺會有興趣 那不是統一變化的話 我像是說他到時候會給一個數字 或者是 在微跡電腦上這個編號 他就是一個有水號 沒有是說就是台灣公司的話 會有一個統一變化 那如果我想要類似說 有一間公司叫台積電 然後我想要幫他去做一個定規 說他的統一變化是什麼之類的 那像這樣子的話我也可以在微跡電腦上做得到 理論上可以 但是問題是說 你如何把這些統一編號 變成一個可查證 或是他是一個高度結構化的內容 因為很明顯的話 他不能被當第一條 因為他不會出現在這種回擊轉案 那第二個他也不會呈現第三條 就是他也不會讓某些結構更完整 因為他是一個新的結構 所以你是不要讓他補的第二條 就是說你一定要先建一個 一個很完整的可查證的資料庫 你就可以把整個資料庫 整個搬進微跡電腦裡面 是這個樣子 那舉個例子 我們最近才發現 整個完整的神奇寶貝組件 有完整的被新生在 Wikideta裡面 那神奇寶貝組件 是一個很結構化的 完整的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就是這樣橫向 直接搬進Wikideta裡面 這個你可以參考看看 但是就是前提是 你要自己要先有一個可備查證的資料庫 你可以用一個原創的資料庫 然後丟進Wikideta裡面 大概是這樣 那他有一個問題 那不然就我來問好了 我看你在一個一個鍵蠻辛苦的 有沒有比較自動化 比方說我就 準備還要給Excel檔案 然後就去把東西貼上去 你都這麼說了 那我告訴你 這個就要聽下下場 你要聽下下場 第三場就是教你 怎麼用Excel BNVT Data 第四場會教你 怎麼樣先處理好一份文件 然後迅速的變Wikideta 所以各位如果覺得剛剛這樣手都太慢了 一定要留下來踢那個後面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大概五分鐘後 下一場就開始了 謝謝大家